大威德天天晨报 2024年10月17号周四 长春藤100专业SAT培训 美国名校规划助力孩子晋级 小厨豆释放重磅政治炸弹 寒沙射影指控联邦保守党勾结外国势力干涉加拿大内政 联邦保守党党领PIR要求小厨豆公开所谓的名单 向加拿大公众展示所谓的证据 加拿大总理小厨豆在周三向联邦调查委员会作证 称其手上有一份名单 包括保守党现议员或者前议员或者参选人参与外国干涉活动 联邦保守党立刻发起反击 称小厨豆撒谎并要求他立刻公布名单 这回事件闹大了 可能向特别劲爆的方向发展 要么小厨豆公开向调查委员会撒谎 要么国会里将有大号的所谓间谍被揪出来 今年入秋以来的第一场太平洋风暴将在本周末到来 提醒小伙伴们检查疏通户外排水系统 固定院子里的松散物品 及时为大树减枝 加拿大环境部对温哥华都会区、温哥华岛、阳光海岸、飞沙河谷、海天公路等BC省南岸地区发出暴雨大风警报 今年第一个大气河流天气系统将于周五中午登陆温哥华 并一直持续到本周日 部分地区降雨量会高达200毫米 可能引发局部河流和溪水暴涨、山体滑坡、树木倒塌等风险和灾害 据央视网报道 正在举行的第136届广交会 集中展示了中国制造绿色转型的最新成果 展出绿色产品104万件 有超过55%的参展企业 在绿色低碳领域拥有专利 各种绿色低碳的产品受到全球客商关注 审选专栏 本周60月19号审选最后投票日 为了BC省华一的福祉 小伙伴们一定要积极发声啊 加油加油 长春藤100教育 专业Sight培训 美国名校全程规划 助力您的孩子步入顶级名校 大威德天天晨报 由大威德登山队社团 和德国PM全校营养素Niki团队 特别支持播出